歡迎收聽今晚的《動漫無雙》,我是主持雪凌,游泊二,贏者 他新回很多,很多,三十多套,但不要管,那麼多我們都會照錄,盡量錄 時間關係,我們快點錄第一套,第一套要說的就是這個二季的作品,《Dairlight》 所以已經親自在那個CP宣傳,其實都OK的,但其實因為鑑於那個作畫的質素太差,我們經過八個小時的商議之後,覺得是無法忍受,於是我們決定是不錄的 我們直接去第二套了,說一套接受了,當然是說一套,第二套就是這個魔法高效劣等身 其實都接受不到,不過這個經過,都是經過八個小時的商議之後,我們就決定是錄,這套 王家衛星,《巴德之后》 你明白了,今季三十多套,我們每一套都經過八個小時的商議,決定是錄不錄的 二八十小時 所以有些聽眾聽到就是,最後就是,原來我們沒有錄,其實我們經過一個很嚴謹的處理之後,我們決定是最後是不錄的 那你都不需要再問為什麼不錄了 因為這套東西實在太難了 不是,有些就是經過八個小時的商議,因為它實在實在太難了,所以不能夠不錄,但是有些經過商議之後覺得說 其實有些是經過八個小時主持,主持在電腦螢幕面前考慮了很久,都是決定不看的 有些是經過三分鐘的,我不否認的 好,我們快點說這個魔法高效劣等身 不用記名字,叫哥哥和妹 中全 中全 這一套我先看了輕小說 因為那時候其實,很多人會用魔法高效劣等目錄,去跟這套東西做比較 一個月寫一本出來 他只是說風格而已,不是說速度的設定 但其實我看完這套東西之後,夜行者不太同意,我覺得這套東西的近質像9S 不是吧? 不是 和魔法比我明白的9S 少少 那繼續吧 這套東西其實是屬於動畫或者小說,其實他的題材,其實是屬於很典型的一種輕小說 就是,主角已經是開了金手指,是level99的人 但是呢,是用一個,應該是規格外 是的,一個制度或者一個測量的方式去定義,定義就是這個主角是一個無能 這套零沒有人者,有多厲害的 很多小說或者其他故事發展的題材,其實都有用這種人去做一個主角 其實因為比較容易寫一些,規格外這些東西 不是,因為其實呢,這一種的製作手法,其實是為了叫做什麼呢? 讓讀者是帶來一些共鳴感,當然這套東西我正以為失敗的 因為呢 就是制度下失敗者的共鳴感 不是,是突出主角和其他人的不同 是和主角是叫做什麼呢? 他好像是一個平凡人 就是他要經過,其實這種的手法,很多時候看 他有少少的特殊能力,但因為他的綜合能力其實是平均線以下的 他可能某一項能力很突出 正如其實很多普通人的,或者你看的觀眾 其實你都可能有一至兩樣擅長的領域的東西 即是無論是什麼,無論那些東西是潛能或是 不是一個潛能或是潛到,不知去了哪裏的能力 都好 這是沒有用的能力 就是窄到嗎? 你意思是 你在家裡的時數 Stand by 不是呀,是接力絕食的時數 都好,但你會看到主角是會陷入危機 然後依靠他本身的能力和夥伴的協助 然後渡過危機 即是那個的手法過程 但這套東西其實是用這個包裝,但其實是一個欺詐來的 至少我不講小說,我只是講動畫 在兩集裏面,這傢伙經常都說,在這套作品裏面 即是兩集裏面,經常都會說一句話 我是一個廢殺 總是不行的 總是 每天都不夠力 無論怎樣做,我都做不好 不是還有他講的那些東西,他講了很多就是挑逗細補的說話 這兩集我看到的唯一的東西就是這樣 這東西不重要 你是不重要的 那是多重要的 朱先生這樣講 平時講考試,平時讀功課 我不行,我不行,我無能 然後看他黑金屬次扁死人 你要明白他是一種諷刺 他不停地打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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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行了 我打不贏你的 其實我也是打不贏你的 但是你看到他對他不停地打人 不停地打人 還要打得是很煞 甚至我認為 你根本上很享受這件事 其實你是 我讓他覺得 這個人是有情緒病的 不是 他只是複合 他假裝了 大媽會同情他 包容他 去照顧他 威脅他的文化會 而且這一種其實是 過往尤其是這類型的主角 通常就是他 無論禁書都很多是 當馬都是一種 在他現存的機制之下 測量不到他實力的 喂 不是喔 這件事反而是 魔法禁宣武陸那邊做得好一點 沒錯 因為這個 建基於 我只能說是這個世界很膚淺 因為在 略等身這個世界裏 他說 魔法其實已經是 所有東西都知道 但你都要明白 他都 有古代魔法 不同魔法類型 但他測量的方式只有一種 因為其實你去到 魔法這麼舒服 當他測量不到 他已經在第二集中 因為他不是屬於魔法則 也不是屬於科學則的力量 所以根本上是不可能 測量到這種力量 究竟是什麼力量 他這種力量 你都是說 他真的是規格外 他不是完全規格外的力量 他不是完全規格外的力量 另一方面 當他知道自己的能力很厲害 他都知道自己的能力在哪裡 他不會說很廢 很廢 就這樣打你頭 那又不同 我覺得不同 9S那種力量 主角那種力量 都是說一種 不能測量 最少鬥真 他不會說 9S那種力量 鬥真 他不會說自己是個廢査 你們不喜歡指標 不要說得那麼複雜 9S那種力量 其實人們知道這傢伙是刺 這傢伙的戰鬥能力 是破格到瘋 所以沒有什麼必要 就不要惹他 但是9S那邊 又不會有一個 好像魔法評分系統 測量他的數字 他有一個叫做什麼 在這個領域裏面 有一個評價給主角 主角總之是 不爆屍他就是一個廢格 爆屍的話 到時就是阿里基 而這裏面 用的是 因為主角的 動畫來說 還未說到 主角究竟是什麼原因 他再說 他不知道那個 支放速度 超慢 超慢 即是 Wi-Fi不可 是 最大問題 這套東西 另一個在動畫裏面 我真的不知道 你現在的事情是什麼 其實他有 你看到一個字表 其實我先說一說 我自己沒有看輕少說 但我自己有看漫畫 漫畫應該都差不多做完 整本漫畫應該已經完成了 以頭一篇來講 我看動畫 我看動畫 動畫 動畫有一樣東西 是完全 漫畫有講 但動畫 完全減減了 就是他妹妹入學的時候 打那一場 動畫 是沒有做到的 那一場 其實我覺得很重要 動畫 為什麼減減了 就是漫畫 它的作用就是 要讓你知道 因為這個是一個 空上的世界 它要讓你看到魔法 究竟是什麼 它會透過一個戰鬥 來表達大的初步 它不是講得很清楚 但它的初步 會給你一個印象 就是這個世界 在發生什麼事 但它完全沒有了這一部分 那就變成 你完全沒有認識之下 去理解這個世界 就變得很困難 因為這樣說 因為這一套原作小說 它都是將這件事後製去說 可能它是跟回輕處 它不是跟這個漫畫版 但我覺得 夜行者說的東西 其實 某程度上來說 可能是正確的 因為其實 很多時候所謂的 設定向的作品 就是說 你一開始 你不去解釋這件事 其實我們是沒有一個 很實在的概念 究竟 你究竟是 你怎樣做的 或者是怎樣為之 我只是知道主角可以秒殺人 我只是知道主角可以秒殺人 而且知道有一科和二科的分別 如果是看兩集來說 主角應該是最高階的才對 他沒有怎樣提及他 他在此內是說什麼 而且很反感 你看看第一集一開始 他已經說 會長過去說話 他說 他是Numbers 你是不會知道什麼是Numbers 去到第二集都好 他會知道Numbers 跟魔法方有些很流行的 那些什麼魔法家族 那些是有遺傳的 那些數字的家族 可能會比較厲害 那些 或者這樣說 就是什麼魔法戰爭 數字家族 或者這樣說 這套主角 就是為什麼主角會被我們幾位主持都覺得 其實感覺是不好 不好 原因就是 其實他基本上 他是一個想隱藏實力的人 他都 而這裏 另一套輕小小的作品 都是類似的 主角都是一來到 已經LV99 那一套叫國何都市 李德奧斯 主角就是開頭說 這個人是LV99 但他都要入學 但是他入學之後 他是有限 他是幾乎是不用能力 他是一個完全裝模作樣的人 只是裝模作樣的手法差 被人去釋放了 但是你看這套高校劣等身裏面 主角從來都不是很介意他的實力 是被人知道 在頭兩集裏面 他所有顯示能力的理由 都是因為出於他的妹 他想表達這件事就是 這個人是一個極度的妹控 不是說 我覺得他利用他妹控 我也說 看完兩集 只看到什麼 輕控和妹控 輕控一定 妹控就未必 我覺得他利用他妹控 還不是妹控 他利用他妹控向學生會 但他不想做學生會 沒關係 其實兩次主角去打人臉 的橋段裏面 其實都是因為 保護他妹出身 保護他妹 或者覺得有人得罪他妹 不是 這個理由 明顯是 打 我要有理由 打就被學生會罵 就是犯規的 但一開宗明義 學生會明義和人單挑 最獨夫 會仔單挑 但有殺你這句 找妹妹做直合就可以了 然後貶完他 你趕到他成個戰鬥狂 那明顯是 關係 我覺得不是有馬上去 你錯了 其實那個 即場又不見你這麼卑鄙 又還卑鄙 在那裡找這麼多事情 這個故事裏面 剛才我們所說的 他表達了兩件事 表達了兩件事 就是 我們現在正在這兩集裏面 就是主角的能力是很厲害 以及他是一個妹桶 是這麼多 我是看不到其他事情 當然你說 那個架構上 還有這些很多時候 就是所謂的設定裏面 其實 首先 這個世界其實是沒有表現過的 難聽說到現在 我都不太知道魔法做到什麼 我只知道 洗衣服 先不要吵 我只知道可以結兵 可以推那個盒 然後可以說 他按一下手 會有攻擊魔法 我攻擊魔法 我沒有看到 然後被人打停了 然後會副會長要出攻擊魔法 又被人秒殺 應該這樣說 因為本身這套東西 其實都頗實設定 其實都真的是 所以其實 那他應該更加 小說的設定是只有一些文字 那動畫已經很難做得到 他不會這樣鋪 問題是 等於我們有一套未講的 你東京婚鴨 他兩套都是很常設定的 東京婚鴨 他的動畫會做回一個動作 但問題是 我看了兩集 我想看一個魔法出 都好像沒有 我常常看到 唯一 唯一叫做 在魔法改場 就是副會長 對達也的時候 他沒有了 他想 他在他的模擬想像裏面 他是 模擬 怎樣去出魔法的 模擬 即是那些什麼 模擬戰100%性力量 那些 是嗎 模擬無威劇下去 誰知道 但他有表現過 他究竟是怎樣去做 但跟著 去到第二集為止 都未去解釋 為什麼達也會贏 秒殺副會長 他未講 沒有講到 這個就是要之後再講 但其實是很多 所謂的設定向的作品 就是開頭很多 都說 就算不講設定 先講背景 因為我 到二時為止 沒錯 第三次世界 我提出了很多人 他有忍術 有什麼的 全部都出來了 但是 我對這個世界觀 是一無所知 在動畫裏面 我看動畫裏面 問題是我要先看世界 我不要理你個人描寫 你個人描寫 我覺得不太重要 他一介紹角色出來 他沒有介紹過世界出來 應該是以首遠兩集而言 來做到這件事 之後他會不會補我就不知道 很老實講 這套東西 其實 我自己看輕小說的時候 其實這套東西 是越打 我覺得是越練 因為其實這套作品 我自己看輕小說的時候 其實我是看到 九后戰完了之後 還有還賓前半截之後 我就已經不想看下去了 讀畫都可能拿那些位置完 沒有 就是打臉 打臉就打臉 那會是北人 讀畫應該都是一季 然後入學片就完 或者這樣說 其實這類型作品 我一開始會說 我們是想看 怎樣主角陷入危機 然後然後憑他的能力 智慧 甚至任何的東西 扭轉這個 那個 劣等生 的 不利 反敗為勝 總之 這套東西 有沒有敗過 怎樣反敗為勝 但這套東西裡面 至少就是 太快 就是主角也無意隱藏 如果你會隱藏實力 可能某些東西 你不想用 可能都會拉成軍勢 造成危機 但是很顯然 暫時兩集 我見到主角 他是無意去做這件事 或是 小說 說 他好像有些缺點 有些問題 但問題是 I'm sorry 是沒有那麼危機 都是沒事 安全沒事 主角威能大小 我可以這樣說 這套東西 唯一看到 現在暫時 他有帶出來的設定 就是 一科生和二科生的間隔 是很大 就是 那個有能力和沒有能力 那個中間 很典型 所謂 學校的階級制 其實你可以說 我不知道 他之後會不會再帶回 原本的設定 原本的設定 好像都講得很詳細 他有講過後補生 我不知道 動畫 動畫 好像還沒講 暫時理解就是 二科生是後補生 好像他們是 次一等的 能力是比較差 如果第一科生 有人死 有人退學 他好像沒有想說 他好像沒有想說 他沒有想說 你不知道是怎樣的 本身損系 這套東西 在損系上 給人的期待 他不是拿到那樣東西 你不會覺得 你不會讓主角的 案内 或者劇力 擔心就是 你知道 或者說 人死硬了 我反而覺得 原作沒有那麼大問題 我是看到動畫才覺得 動畫很大問題 即兩集裏面就是 我要明白就是 你要表現 就是達也和 阿森雪 他們之間的關係 但 蝙蝠太多了 所以我不是 看完兩集 只有輕控就不會控 看就是看這些 你不明白 唉 這套東西不應該是這樣的 不應該走這條線 不應該走這條線 阿森雪 你輕會好看 出人的大戰 我覺得很合理 真的 我不清楚 但這套東西 暫時兩集來說 我只會說 暫時的 我都明白 因為我原諒 她的量真的多 但是 少少都不說的話 可能有一點 問題 可能要調整 看看第三集 補不補出來 我覺得她會補的 第三集 因為第三集 怎樣都要解釋 我怎樣贏夫會長 第三集都補不到 那 I'm sorry 很劣 真的劣 很劣 暫時 首兩集 我不行 我覺得 每個都好看 這套 我們去到這裏 看看 完結的時候 看看她能否補到這條線 我比較擔心 這套我會擔心 她能否把原作的內容 全部補出來 反過來 我又要質疑 這套 說到 好像是一個 大項目 一個 大番 會重視的 夠錢的 但是 我又不太覺得 她的作畫很穩定 或者很好 我又沒有太留意 我 我 現在其實都難 因為 這套本身 叫做魔法 其實要看的 特效 因為本身暫時順暫 而且主角沒有實際 她的staff law 那裏有寫有一部分 有負責CAD 那些東西 即是發動裝置 但是 我又不會看到 她好像 之前 上季野雷神 有那些 效果上 你會覺得吸引 eye catching 那 作畫上 你可能說她人切 是比較平板 顏色也比較素色 不會很吸引 但問題是 她 整體而然 你感覺不到 她自己的一套 你不覺得她的作畫上 她的質素 好像上季 魔法戰爭的那種質素 那她好一點 可能更差一點 魔法戰爭 顏色的問題 太偏向冷色那邊 還有她的學校 她的環境 你看到她的背景 她的幾個位置 在家裡 嚇嚇嚇嚇 出去打 太陽黃昏 學生會的房間 又是暗 但我挺喜歡 那套 禮裝那套校服 我覺得 很漂亮 我覺得 當然是學校的 你的瘦 肥油 不是 我意思是她後面的 披風 是透明的 那種 輕紗 那不是披風 那不是披風 蚊 蚊 那種做出來的 那種 飄逸 挺漂亮 做Figure挺好的 去到這裏 下一集